前文谈了一些大甲妈祖 与白沙豚妈祖建乡文化的差异 虽然这种比较毫无意义 也没有高下之别 因为双方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迥异 是因各自有深厚的历史积累 但作为一个文化观察者 我仍然忍不住要指出双方的特色 共享有门细细品味 或考究它的背后典故 例如白沙豚妈祖建乡阵容的简单朴素 一把头骑一顶轻轿 再来就只是相关的工作车辆 所以来也轻轻去也潇洒 大甲妈祖则是盛大隆重 它的骑军镇头和花车阵容浩大 一派庄重慰言 另一个差异是 白沙豚妈祖多半是停住拜访 凡间的朋友 像是政府机构 企业商家 学校或民间友人 当然偶尔也会停驾公庙 大甲妈祖则多半拜访 他神界的朋友 他的绕境路程几乎就是 一间间公庙串城的路线 好像这是大甲妈和白沙豚妈说好的 你去拜访凡间的朋友 顺便带上我的问候 我去公庙串门子也会转达你对众神的问候 再来就是双方各有死忠拥护者 这些乡友只参加自己女神的进乡活动 不会脚踏两条船 至于哪边人多则是无从比较 因为香灯角和随乡客都是来来去去 每个地方都有人上车 又有人下车 而且随乡客极端分散 有些地方目测过去根本小猫两三只 殊不知这只是一个绵延数公里的人农之中的一个小点 在充满差异的同时 却也有不少共同点 例如双方的人马都普遍年轻 进乡的人群里20到40岁是主流 这很可喜 文化活力之所以生机蓬勃 除了靠民间的自发参与 也要靠年轻人来传承 不能靠老人来担刚 因为老人会凋零 凡是依赖政府的扶持和补助而存活的活动 往往是因为缺乏传承的动力 就算有巨额补助 生存状态也很不佳 另一个共同点是路途上的欢乐感 建乡的群众固然互不相识 仅仅是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 也就是建乡 而成了一个同好团体 也因彼此陌生 没有利害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显得很放松 没有心房 可以天南地北无所不聊 我讲我公司老板的坏话 也不怕你去告状 加上一种与神同行的心理 感觉一整个升华 眼中看到的事物都如此美好 再者 行走也一直是哲学界的一个话题 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 创立的逍遥学派 又称为漫步学派 主要是亚里斯多德 总是与学生们一边散步 一边讨论学术 另外还有多位喜欢漫步的哲学家 像是康德 他每天总要腾出一段时间 在一条固定的路线上散步 这条小路乃被称为哲学小径 他们痴迷于走路与思辨能力之间的互动 仿佛行走是打开大脑与精神的钥匙 我个人非常拥护这些行走派的观点 行走本身就会带来欢愉 让你的思考更清晰 徒步进香就是与神同行 与神对话的路程 精神上的喜乐自然难以言喻 您同意吗 以上 我们先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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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球啊 幫忙起來 我發誓發誓 好啊 好啊 比這位後面這位是 結局剩下的 好啊 好 這位是有兵人操板 那位是性格賣和北拼啊 那是性格賣和北拼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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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